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手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整个鸡嘴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就是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 就是我们双目即时必见 第七个 就是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就是做一会儿 就是右手的坐金刚拳 这个右手呢 就是压着这个大腿的 动着的那种动力 然后压着那个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呢 就是什么三国金刚树一 就是压着这个作笔以后的话呢 就是从那个右鼻孔当中呢 就是出这个三次气啊 出三次气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心里面呢 就是观想 就是从无事以来 就是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 一切罪业的话呢 就是以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呢 就是往外排出 出这个三次气 这样呢 就是从右手的话呢 这个左手呢 就是做那个金刚拳 也是压着这个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呢 可以说压住这个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的 出三次勾气 就心里面观想啊 从无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呢 就是以这贪心为主的 所作的一切罪业呢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呢 就是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呢 就是排这个三次气 双速度这个 做金刚拳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啊 同时呢 出这个三次勾气 出三次勾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啊 就是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事以来 以这个痴心为主 而所造的一切罪业呢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 就是往外排出 这样呢 就是排这个三次气 就开始念的 还有这个延启舟啊 言之为主 我们的游泳 使穴 如果听不止 就是负荷 一定回头 我们的游泳 仍能不能 用这个游泳 更远 为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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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开始祈祷 心里面像 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重体 根本像是如意宝 您一定要锤炼我 加持我 让我的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修行佛法圆满成果 所有的迷乱分辨性 全部遣除 获得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像上身一样 一定要在我的相续当中 让生起来 然后无比的恭敬心 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念上师的祈祷文 一般来讲 念二十一遍 您非常强烈的信息来合掌 前面观想上师 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你能将在学校里面 说 让我上中心里面 然后在学校里面 让我上中心里面 让我上中心里面 从那一遍 我上中心里面 我上中心里面 让我上中心里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都不执着 这样的境界当中按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指挥评当中现在讲的是这个诗意 如是救助法则者非无淫 也非诸个别何其诸因缘 也非从他来非诸非去行 于此所知地何以幻化物 像这样的通词 那么首先我们应该知道 通过上面的观察 应该一切万法没有真正的实体 这样的结论并不是 我们一般人的一种分别念的智慧得出来的 应该说是释放诸佛菩萨经过漫长的时间当中 通过智慧来寻找 最后一切诸法的本体没有找到真实的石油的这种提醒 最后在有关的大乘空性法门当中就终结起来的这样的一种理论 所以我们也是依靠作者的这种智慧 凭自己的这种观察 这样的这种理论相结合 就进行做了非常细致的抛弃 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也应该知道 我们现在眼前做现象的各种信心舍舍的这些七世界和有情世界的万法 就并不是无垠当中而产生的 就是无垠当中如果产生的话 那么成下秋冬也好 人的生老世病 包括白红蓝的种种世界的这种千字百态 包罗万象的各种形象不可能是因缘具足的时候现前 而因缘不具足的时候不现前 不能有这样的情况 也并不是像极个别的外道所存人那样 常有的大自在 常有的威尘 常有的生物 或者所谓的上帝等等 来产生的 如果是依靠他们而产生 本来对这个常法不可能有因果的关系 同时以我们的这种理论 来进行分析的时候 也会得出结论 不可能有这样的产生 那么这样的产生 是什么样的产生呢 应该在明言当中来讲 说是因缘聚合而产生的 就是明言当中是因缘聚合而产生的 然后这样的显现和产生 通过生意地来进行观察 由般若法门来进行衡量的时候 那就是一切的这种法 无因当中也不可能产生 长因当中也不可能产生 它依靠具有自相的他因当中 也不能产生的 是因为当中也不可能产生的 因为他们会说 说是一切的 我们就一直都不可能产生的 这一切的那种 我们就继续的这种法庭 我们就温暖了 我们就要想到这种法庭 要是这种法庭 所以我们做法庭 我们就要想到这种法庭 所以我们想到这种法庭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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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 表面上看了 这个妙芽通过种子和眼光 还有水分和涂料等等 这些因缘集合以后 就可以产生的 但是这也是像如梦如幻般的 不实在的一种虚幻显现而已 实际上真正去观察 那么你能产生各自的因缘当中 有没有真正能产生妙芽的能力或者功能 在各自上面绝对不可能有的 就个别的头分上面也没有 然后眼光上或者是水分上 每一个因缘 你就分开来进行观察的时候 每一个因缘上面 绝对不可能有的 如果有的话 不需要因缘聚合 只要是一个因缘上可以产生 然后如果各自的因缘上 不可能聚足的话 那么会不会聚合 这几个因缘聚合以后产生呢 当然因缘聚合以后 实有的这种产生是绝对不会有的 如果有的话 那么各自的因缘分开的时候不能 然后聚足的时候产生 这种情况是绝对不可能有的 就一百个人各自的时候 全是没有眼睛的 然后他们集聚在一起的时候 突然看见这个事法 这种情况 迷缘当中也是不会有的 那么生意当中也是 真正的因缘怎么样聚合 其实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 不可能得到的 所以我们什么时候 所谓的因缘在生意当中观察的时候 无生无灭 这是非常高的一种境界 应该在《梵王秦文经》里面也说了 说是 因缘发不生 因缘发不灭 若能如是皆 诸佛长现前 诸佛长现前 如果我们一切因缘法 在观察的过程当中 绝对不会产生的 一切因缘法在本体当中 也是绝对不会灭的 任何一个人 如果通达这样的甚深道理 其实这个人虽然没有经常 说我已经见到佛 但实际上这个人 已经现前佛陀了 我们有时候在闻思的过程当中 大家对因缘在生意当中 不舍不闷的道理 生起这个定解 实际当中虽然现象上是有生有灭 但是这种生灭没有任何实体的 就像我们做前天举的例子一样 某种的孩子 产生的时候生起欢喜心 最后灭亡的时候 产生有畜之心 这两者其实是一种家乡而已 真正来观察的时候 绝对也是不可能有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 这个因缘聚合的时候也不能产生 好漂亮 这么做 你们有不可能有转发的 我们来说 我们来说 你这么做 那我们来说 我lama开 有什么 我们来说 我们来说 我们来听 好 谢谢 我来说 我们来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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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百论》当中也有这样的 神也没有什么来的 我们名言当中认为是 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今天来了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种虚幻的说法 实际上神也是没有来过 灭也是没有去过 无神无灭 这就是一个真正的正如 因为一切诸法都是无来无去的 那为什么说我们众生面前的 如是无期的显现呢 这就是无明无愚痴 就是所导致的 愚痴所致的 何以幻法物啊 就是我们这些可怜的众生 无始以来的根本不存在的物体 就是执着为实有 本来不存在的我和法呢 就是反而执着为有法有我 最后呢 整个万事万物呢 就是有了强烈的这样的执着 其实他真的所执着的这些法 就真的是在这个声音当中 或者说我们真实想当中 就是去观察的时候呢 自他也是没有的 这个黑暗光明也是没有的 以及呢 就是一切的这种现象呢 就像是具有眼病的人 看见的这个黄色海螺一样 就是在这个物质的本体上也好 你的这种心的本体上呢 一切万法都是不存在的 但是不存在的道理呢 就是一般来讲 是许多人都不会了解的 因此在因缘聚合的时候 众生年前呢 就是确实显现的 这种呢 就是幻幻思所编出来的幻幻物啊 就是绝对没有任何差别 所以这个《山谋帝王经》里面呢 也说了就是说是 《如幻作多生》 《为男女骂相骂》 《世相非真相》 《诸法如是观》 就是有这样的这种教言啊 就是幻化寺呢 就是虽然变出了各种 《男女》啊 《大象》啊《君马》啊 种种的这种现象 其实你正在现象的时候呢 它不是真正的相 我们对这个万世万物的一切法呢 应该就是幻化寺所编出来的 《马相那样》来观纳 这个比喻呢 就是非常的这种生动 大家应该通过这种方式来观想 我们看见的 万物的这种生长和万物的回眸 最终在就是安住啊 它所有的这些成长过程呢 就是全部都是幻化寺所编出来的 没有什么差别 就ải进了下来 我应该分享的 能量的这种形象 而且是不想画功能 也可能是有险内的 每个人还有一边 都在下面的地方 到底离面 真正的可腾 也可能是个小孩 那就是这种核心 还有5次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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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舞及中阴所遍诸事物 影响神观比何来何所去 这里呢就是说 在这个名言当中呢就是 这个所显现的这些法 就我们用生意智慧来观察的时候 其实也是无来无去的 比如说这个花花石呢 就是所换出来的这个 大象啊就是然后麻瓶等等 也是这个看起来是真实存在 然后众生的各种这个因缘呢 就是我们这个内在的这个因缘的话呢 这个十二缘起 就是从这个无明星之道老师之间的 所有的这种因缘法 然后从外缘起的话呢 就是种子 根精 这个业果等等 就是这些法 就全部呢就是因缘产生的 那么这样一来呢 就是幻化所编出来的这个幻化的相和 然后各种因缘集合而显现来的 外面的这个今生世界也好 或者无知世界啊 就这些世界呢 如果依靠这个 就是佛陀的这个《般若经》的这种教言 然后来的这个弥勒菩萨和龙猛菩萨的这个观点 就是他们的这种智慧来进行相加分析 相加分析的过程当中 最后呢就是得出来什么样的这个结论呢 所有的这些这个 幻化显现出来的这个法 也是无奈无趣的 然后我们这个因缘当中 所产生的这个法 就是也是无奈无趣的 原来我也讲过 《荣声班子道入大乘论》里面的 有一个就是幻化生儿子 芭蕾的这个故事 也是是不管是世间的长短也好 他的形象 很多方面跟真实的人 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真正他的本体 也确实是没有的 我们世间人认为 这个幻化是虚假的东西 而人生 或者我们所看见的 摄生相偉是真实的东西 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 就是错误的观念 佛陀在佛经当中也是说了 摄不从何来 也不忘何处 何处也不处 他的来源 处处 最后的去处 全部都已经取得 那么摄不来不处不忘的话 那么摄生相偉 其他的法也是这样的 还有我们摄云 相云 摄云当无云所得的话 也是是不来不去 不处的 所以一切的这种玩法 应该在真实当中 去观察的时候 的确也是绝对不存在的 但是我们现象上 好像是幻化无合 跟实在的这种城市 有一定的差别 但这是我们的迷乱 现现面前 迷乱的这种错误的分别念 所制定的 真正的这种本体上 没有什么差别的 先给大家看见 我们便感到谢谢大家 我根本说得到这种既然是 你的守护皆自为的 不会的员 他在香港岁禾 还不开这种既然是 这种既然没差别的 跟同学同学 мест knows 我根本来感觉了 他们将来感觉所以 是这样的一种既然是 我跟他们说真正的 真正的 更新 estrogen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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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明言当中虽然显现 但实际上它是虚假的 就像是影像一样的 在这个当中怎么会是造出一个真实的法呢 就是绝对是造不到的 其实这个应该讲缘起因 刚才前面的这几个内容 我们观察本体的观察法叫做缘起因 缘起因在中观的五大因当中最殊胜的 应该叫阴望 所有的推理当中它是没有一个不能获得 应该说是依靠缘起因来进行观察的时候 无论是对过也好 对因也好 全部都决在为空性 这样的缘起因我们平时在学习中观的过程当中都知道 一切诸法是因缘而产生的 但是这样的因缘产生并不是很容易了解的 凭我们的生悲念来进行观察的时候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约承论师也是说过 有所诸瓦因缘生 非诸分别能观察 是故以此缘起因 能破一切恶见网 所以这样的缘起因真的是 并不是我们凡夫人想什么就马上能觉得出来的 不是这样的 但是你一旦通达了缘起的道理 那这个缘起因应该说是在我们世间当中的 什么样的恶见 什么样的邪见全部都会破掉 这样的缘起因我想我们很多人真的是有这种因缘 大家学习中观的福报 基本上是可能通达一些缘起因的部分知识吧 不敢说是所有的缘起因全部通达 所有缘起因全部通达的话 那我们生活当中遇到什么都是 在名言当中是不会痛苦的 然后虽然表面上看来是一般人的一种行为啊 吃饭啊 睡觉啊 这些都是有的 但是这些都是在如梦如幻当中造作 绝对不会有像我们世俗的人一样 什么都是有这种地势的执著啊 就绝对不可能有的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缘起因的功德和力量啊 如果通过缘起因来进行观察的时候呢 我们刚才所见到的一样的 虽然在表面上因缘俱合的时候产生 没有一个因缘的时候不能产生 然后是六道众生幻化的 然后因缘就换变 因缘换变 像镜子印象等等换变 有些经典当中也有这样的 我们六道众生和还有镜子里面的这种印象呢 其实是没有任何差别的 如今印象等没有任何的差别的 它也是通过因缘具足的时候可以显现的 而六道众生也是同样的 只要因缘具足的时候可以显现的 一条大优权 短军 一条小众生 一条小众生 已会认为 如果有些人 我肯定感觉 也会认识 这都没什么 空间 照片 因为 永远 您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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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